OK 来这里的话呢 其实这里的比赛呢 还有最后一场就是第二场 另比较就是帅 还有这个IGPOOPOOCAT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OK 那其他场呢 等一下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这里呢 是打到了第三场 目前呢 是大家都是1比1啦 那BO3呢 最后一场 OK 那蓝方的是另比较就是帅 同方是IGPOOPOOCAT啦 那目前蓝方是直接上了 三奶一色一发啊 三奶一色一发 我觉得这阵容只要对他的射手有信心都可以 因为这个魔王的装大家都知道 同方呢 是出了两奶一奇一发一色 好 这个是BO3最终决赛啊 谁能拿下这场比赛呢 就可以获胜啦 你们有买的朋友 有没有激动起来啊 哎呀 来这里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魔王的视角 魔王呢 这里找了一个非常好的输出 直接输出秒掉对面的这个红方的射手啊 哦 那红方呢 目前呢 就一直的在倒下 哦 完蛋了 这个好像是一直倒耶 这个真的是完蛋啦 这个红方有没有可以 呃 重振旗鼓呢 来个翻盘呢 这个还是要看 哦 目前呢 这个射手的视角真的是太强了 不管你要近战远程他都直接把你秒掉 有没有 这个魔王真的是大魔王啊 在这场比赛里面 哦 好 来这里呢 我们再看一下他们的加法师 那法师呢 也是不成多辣啊 直接添你脸啊 有没有 很少看到法师直接添你脸输出的啊 讲怕个毛啊 直接添你脸输出 哦 那其实你们有看到这个下方呢 其实就是他们的这个 呃 技能哦 就是他们的技能呢 用什么呢 可以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那红方目前呢 是比较劣势的 但是红方还是有机会的 哇 红方直接想要集火掉我们的这个魔王啊 我们看一下 魔王的这个位置到是怎么了 哦 这个位置目前还是非常安全啊 因为呢 他还有其他的朋友在保护着 那其实红方的输出也是非常的给力啊 他们的这个法师啊 还有那个射手 骑士都非常的强啊 那这里呢 我觉得都还有机会啊 那目前的是红方呢 这个法师呢 占的这个位置还非常的优秀 非常好啊 至少他们可以 无脑的就是把握他们的队友在司法当中 那个输出也是不可小事啊 控制同时输出也是不可小事的 好 那这里呢 就是红方就慢慢倒下哦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真的还是有机会 这个这场比赛 打得有来有回啊 OK 那目前的蓝方呢 这个法师被追杀当中 哦 最后一场血 最后低血有没有 然后把他血回回来了 最终还是倒下了哦 OK 没关系 倒下之后再次站起来 我觉得这里呢 站在这个脚边边的法师发挥的作用是最大的 因为双方都有法师啊 就是我觉得法师目前来讲还是超强 OK 那目前的蓝方呢 一瞬间呢 就把红方的输出位置倒下 但是没关系哦 红方的奶妈 红方奶妈要小心啊 你不要倒啊 你倒之后可能就直接宣判你们会输啦好不好 因为可能你们要救回来的时候来不及啊 好 那这里的红方也是尽努力的把蓝方的这个法师给秒掉 那因为可能红方觉得那一个法师比较好秒吧 诶 这也不要秒 他们要秒掉那个蓝方的那个奶妈嘛 我觉得不太可 不太行啊 可是他们好像伤害够耶 他们好像可以打奶妈 但是我觉得三奶你们就不要打奶妈啦 是不是上一场他们有把对面的奶妈集火掉 所以他们就输了 是吧 所以这场他们直接上三奶嘛 这是这个战术的改换打法嘛 我觉得不错哦 因为这个魔王的装基本上就是非常强势哦 就是一个非常大优势的 然后那这个魔王呢 在疯狂的原地输出啊 把他的四面霸方的这个角色都直接射躺在地上哦 我觉得这个蛮不错 对吧 那这里的话我觉得是红方还是有机会的 红方不要急啊 慢慢来 慢慢来 把技能收好最后几分钟哦 在直接的爆发好不好 刚才有没有看到这个魔王的365度旋转 有没有 这个原地旋转哦 然后呢 他再次倒下再次站起来 再次倒下 再次站起来 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有机会 这场真的是蛮精彩 蛮比 对啊 这场好刺激啊 好精彩啊 那目前的红方呢 开始站起来之后呢 就是把那个法师秒掉 他们如果真的红方能就是把射手跟那个奶妈一起秒掉的话呢 可能他们获胜机率还是蛮大 但是还是要小心啊 因为这个魔王的这个攻击非常的夸张啊 你们看得到吗 打在那个对面的身上了 就是一个痛字哦 有没有看到 你们看到的是暴击 我看到的是痛 好 那红方呢 直接把那个蓝方射手秒掉哦 那法师呢 也是倒了 我觉得有机会 但是不要打奶妈 我觉得红方不要打奶妈 你们就这样一直的守尸体 这个尸体守得非常好啊 刚刚 那这个 可是呢 这个射手蓝方呢 也是非常的强 魔王还是魔王啊 如果是其他的 可能他们就没办法再那么快了哦 组织好这个 我觉得可以啦 那比赛来到最后40秒啊 这个非常关键啊 谁拿下这个比赛就是获胜哦 OK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再看魔王再次旋转哦 他差跳跃而已好不好 等一下 是否会看到他跳跃 然后魔王再次倒下 诶 这个法师的这个伤害真的很高啊 OK 那魔王再次站起来 照是倒下哦 就是连续倒两次啊 腿都软了啊 那比赛来到最后20秒啊 这个非常关键啊 那红方目前的射手呢 是倒下的 我觉得如果红方再来一波 可能有决破胜哦 那目前呢 红方是两个队友倒下 最后10秒 关键时刻 能不能呢 红方呢 这个能不能把他们的法师救起来啊 法师怎么没有站起来 哎呀 射手再次倒下 要凉了吗 哎呀 最终还是要恭喜另一波 就是帅 啊 他们呢 以2比1获胜了 哎 这场红方真的是打得好啊 真的 这真的 这一场真的是红方打得好啊 好 真的是有点刺激啊 这一场真的是给力给力 真的是给力给力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好不好 今天的这个成绩结果呢 就是第一赛区呢 是由珊瑚又又圆2比0获胜 第二赛区呢 是另百就是帅2比1获胜 刚刚打得非常的惊险啊 好像是已经有在放水了 这样打得有来有往来还蛮刺激的 OK那第三场 第三个赛区呢 是魔法之星 是无名小辈呢 以2比0获胜 那第四赛区呢 是公车尼的故事 以2比0获胜 OK那第五场呢 是1234567 以2比0 击败了说唱会馆 说唱会馆倒下了 今天会不会有很多人输到唾库啊 OK好来 接下来看就是小番茄超可爱呢 以2比0获胜 战胜这个找回最初的感动 最初的感动 始终还是 结束了 好那这里的 也是康乐中心 康爸爸的 这个还是以2比0战胜的 侧差风云啊 接下来就是 鼠目每一个能打的 以2比0战胜的月光族啊 你们大家觉得 今天的这个比赛战绩如何啊 我希望不要再听到 有假赛的事啊 真的哦 我每次听到的都觉得 哎好烦啊 哎差点爆大了 你们了 法师真的是贼强 哦 我跟你讲 法师真的是强 那一个伤简称 堪称MVP啊 好不好 小伙伴们呢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哦 大家拜拜啦